眼前这个一米八的帅气男模 就是萌二的奶爸黄莲 想不到吧 主打上班丑跟我下班什么事 以前举妻走君子 现在端冰端小洞 还有这个国宝们送求飞的照片 真的是笑出声 网友调侃以前在一仗队举剑 现在动物园举损 主打专业对口 黄莲奶爸刚来的时候 真的是食物链底端 被各种熊熊花式拿捏 举损虎蒙太后 给萌二上要被教训 给白天按摩刀投诉 养了一脸刻板 经验丰富的徐老爷说 刻着刻着就不刻板了 显然现在黄莲的状态没那么一模 得动另一个一脸刻板的奶爸 就是面面奶爸 刚来的时候 凭借潮流的泡面头 被叫做面面奶爸 然后他就被小白天养刻板了 头发都快没了 他拿着窝窝头 要哄小白天吃 然后一人一绣各种极限拉扯 头发少其实都还好 可是这一脸流浪汉模样 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遇到另一个小祖宗花点点 这不 他被安排去哄花点点吃窝头 人花节甩都不甩他 留他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好在面面在下班时 墨镜一戴 还依稀能看出当年摇滚青年的饭 当然了北洞有一个神奇的男人 十年如一日的帅 那就是徐老爷 这是十年前他建盟大萌二的场景 这是十年后的他 是不是帅气不减 不愧是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而且因为他的发型过于帅气 引得萌兰模仿他的发型